第三頂一位年輕人楊翁玲 受到媽媽賣定目的影響 開始目標記者在過程中 她總是感到 踩下來插帽彈條很高興就有榜仔 拿來進路角爵現在還有一段片 路角爵的風景 也為自己推廠不一樣的相機 故事共用的目標作品 都是由這位年輕人楊翁玲幾處完成的 主要是在作水電的 在媽媽的介紹之下向台書來學習目標 電影也開了一間自己的工作室 當初一開始都是接觸水電 然後因為媽媽是從以前就開始有在 做木頭的買賣 對 然後才跑過來租山 然後幫媽媽一些 就是對 雕刻啊或設計一些東西 對對對 然後才開始慢慢的 自己用一個工作室店面這樣子 我覺得把那種爛爛的木頭 把它用的像一個作品 感覺還蠻有成就感的 對啊 就有種老木重生的感覺 第一次期間 有很多人在靜底灰燥 來到有心靈 楊旺齡有一次就發現沒掉 流下來的木材 是真適合拿來進路角爵 就開始開始研究 現在也越做越有新主感 一開始就是切的邊角料 對 然後想說邊角料丟掉 又覺得很可惜 然後那時候剛好在流行文青的東西 對 然後就開始慢慢接觸到路角爵 然後就可以把它做上綁使用這樣子 感覺變得比較文青一點 對對對 然後就看一些植物類的 就感覺比較 心情比較放鬆 做水電啦 都怪我說 帶來雕刻啦 他就去鵝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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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鵝 我就說 可以 可以 回去家裡弄的 做到現在 又出的疫情 他又豐富說 沒辦法 待會就整一些烏角爵的 他就豐富 做到變成 很多 他費用很多 不錯啊 他就比較快樂 他就似乎有心肚啦 他似乎有興趣 在杨旺林的工作室外面 可以看到一段座路角角的橫跌 是上去民众前来参观 另外杨旺林也有在开口到下 可以好好利用自己的幸福 发展出新的需要 可以说是真不简单 接下来就差不多